小潮學長 他的眼神真的很傻 好的 盡力距離 好的 盡力距離 團隊整合的模樣 都慢慢已經尖入佳境了 全面去運動會就只有一次 既然我們選擇參加了 我們就要 把它做到最徹底 直接 這一球 超好 團隊 余神星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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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整合的模樣 都慢慢已經尖入佳境了 哇 歡迎 哇 再往後 小潮學長 這邊有空檔了 超級 了不起 厲害 小潮學長 他的眼神真的很傻 我們的目標就是 先把小潮學長打掉 小潮 來 打了 這球小潮被打出場了 把大家煩躁的心力壓制下來 這樣我在場上也會比較安心 先穩穩地散球 然後做好準備 最穩的目標 好球 好球 張佳生這一球很猛 好球 近距離 好球 接了 最穩的 怎麼可能那麼眩 你打給我看看 真的假的 好 知道了 來 我覺得今天這場的桌球 跟我出面一樣結束得很快 全明星國歌不幸子嫻 桌球這麼炫 黃隊終止七連敗 哭成一團 來 歡迎收看 全明星二十號播出最新一集 黃藍兩隊 當晚在壯壯家全集中 防禮分割線開始囉 藍隊先是拿下射箭 卓球勝利 黃隊則在無人距足球直協 以2比0搶得第15座獎盃 其中呢 射箭項目林輝煌穩定度超高 近升30分俱樂部 我們與MVP的距離 就交給三上全能的成語囉 就是你 我就在昨天晚上 我突然站起來 就是覺得說 我可以好好的 跟我自己在一起了 我可以好好的 看我自己的不足 跟我有做好的地方了 然後我覺得 這是很珍貴的事情 我還是也全明星教歌舞的事情 我今天這個感言 講得像是日圍金鐘金馬一樣 偏球啊 怎麼辦 欸偏球的還有郭哥 當場被子嫻選到 不幸的發球擊敗了 來 推 為了 為了 來 子嫻真正比賽 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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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敲碗許久的足球PK 終於來了 子嫻BS笑態 躲擊 之前過人輕鬆愉快 好現在 留心語很偏也是 獨舞隨行 過人子嫻 氣球 帥公仔的笑容 飛球射贈了 但是呢被虛偉辰呢 給拍出去了 快踩向前 子嫻 什麼 還有 這個場還沒有出界 第二次 最後沒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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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隊先先破王 黃泉也是非常好的拚命 想要把這球給搶回到手中 接好精采喔 黃泉 這夠拳他兩人都倒進 加油 黃泉 就把球跳起來 高級動作 如果這邊的 是羽絨但是跟曾鈺翔 這一場進行很棒 接換青腳 球噴飛了 讓您結束比賽 繼續進行 這個進階跳球 在門前外星之中 紅針的神賴一角 把球給踹進球本 最後黃隊以2比0打敗藍隊 同時也終止七連敗的戰績 大家頓時苦成一團 加油 不好意思 那個中文不太好 就是一直輸 然後忘記贏的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想說足球一定要拿下來 讓我們換隊 有更大更大的動力 去往前衝 之前他們都很強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也不想輸 因為 輸真的很痛苦 而且 這次很開心 是流 開心的眼淚 好帥 小太 足球代表 我們的足球代表 下次要PK一下吧 可以喔 我真的足球P不贏你 但這個輸一定會贏 這個我很強喔 你又很強 你又很強 好啦 我要先測了 我要去訓練了 我要去訓練了 全部都在家裡一起練 掰掰 不可能家裡又蓋一個足球長吧 我會 全部 全力的去對抗藍隊 我們今天其實真的很想要拿一勝 送給他 對我今天 情緒都比較大一點 再喊最後一個啊 一起 翻譯書喊好不好 1 2 3 1 2 3 全明星神獸回歸 張宏傑鍋底翻身 林日書退賽 裹個暴哭 想拿一勝送他 沒有苦願不可能成功啦 永遠記得這句話 沒有天才這件事情 天才實際上只有一個啦 你要是誰摸 你有概肢啦 但台灣也有一個啦 阿西拉BABY 阿西拉BABY 全明星本賽季最後一次團賽 戰力補強正式登場 紅隊本週追平黃隊成績 同樣拿下14座獎盃 我們要把獎盃 一盃一盃的拿回來 然後超越其他隊 Are you ready Let's win 一 很早就起跳了 七早八早就先跳了 成績 4米8 9 謝謝 謝謝你們 我來看 力球打破自己跳遠6米06紀錄的曹佑寧 在第一次試跳籌板失敗 為了團隊採取保底跳法 可惜的是黃隊的狀元自影 兩次機會都因為籌板被局紅旗 以0分收場 不然在即時新竹的轟金套 這頭的張家生擬風飛翔 即便那裡起跳板還有一段距離 一樣打破了紀錄 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超過6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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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起跳點其實是距離起跳板滿遠的 對自己的彈跳力非常的有自信 成績 6米1去 進入在那邊就是要讓人去打破 然後咧咱們家勝選 李拿下MVP 別忘了移進入圍6次的車桿 連續四季拿下龍舟團體賽的紅隊 同時也取得跳遠的勝利 劍球項目則由藍隊奪下 紅隊本週百倍收場節目尾聲 大會也宣布殘忍的決定 林玉書因為腳傷關係必須退賽 雖然我很想要留下來 可是賽季要走完了 然後我獎杯數也越來越接近 我不想要因為自己的自私 讓我這個沒有戰力的人 繼續留在這裡 所以就是我覺得先離開會比較好 不過我真的很抱歉 畢動也最辛苦就是跟上龍相處 因為其實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去克服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其實真的很想要拿一次的 送給他 對我今天情緒都比較大一點 從現在開始 注意聽我口令 不要想其他有的沒有的 聽到沒有 就注意聽我的口令 專注 你輸了嗎 沒有 從他一起來 不要每次一失敗 就在悶悶不樂幹嘛 你是要穩贏的嗎 還有一趟 好 好 比加總 就最後講了 今天的結局要怎樣 你們自己決定 運動應該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對他來講 身體負擔這麼大的話 或許有一些時間去做一些調整 你休息 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關心 然後也希望你把它放養好 黃隊永遠都會留他一個位子 他永遠都是黃隊的一份子 接下來 我們大家可以帶著他的這一份力量 繼續奮戰下去 育叔加油 我們大家都愛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知道這一點 我覺得你 讓你知道說大家很愛你 這是很重要的 再喊最後一個 一起 歡迎御叔韓好不好 好 祝你最愛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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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SHOW